前方持续追查金华城弊案金流 现在民进党市议员又发现 柯师傅任其最后一年修改了社宅的管理及保全委托方式 最后由微金集团投资的中工保全公司拿下六成 金额达到1.3亿 质疑是否又独厚微金集团 而遭到民众党停权的立委黄珊珊 还是代表党主席柯文哲到美国参加了国际会议 也遭到质疑 明明是金华城案重要关系人自由出入境 恐怕有串政疑虑 但是呢民众党立即澄清 黄珊珊一直都是访团成员 不需要过度解读 民众党立委黄珊珊周五晚间出发 美国参加台美国防工业会议 但不仅明明被民众党停权 却还代表党主席柯文哲出访惹 他本来就是访团的成员之一 现在也只是按照既定的行程出访 所以没有必要去做过度的解读 蓝莹也质疑身为金华城案重要关系人 这样自由出入境会有串政疑虑 黄珊珊既非外交国防委员 在党内又招停权 柯主席正在被羁押 到底是谁给他赴美的指令 简连还放任他自由的出入境 假设有串政的行为 根本无从追查 柯市府不仅深陷金华城案 还有北市科 雨果市场都被质疑 行政程序调诡 像是设计豪的图里大蓝图 同样的都发生所谓第一次没有通过 然后突然间呢重新再改这个标案规格 然后标出去之后正好啊 都跟柯文哲有特殊性的关系 到底是谁在后面啊 使用了这样的魔法 刚好就这么巧 绿营议员更发现 柯市府任其最后一年 与市议会修改社宅的管理及保全委托方式 把原本各自招标打标准四个标案 最后由微经底下中华工程转投资的 中工保全公司拿到六成标案 金额达到1.3亿 是否又是独厚微经集团 为什么被拆成四大区的这个最肥的这个肥缺 却又是由中工集团猪牙虎来得标 现在应该要查清楚 这中间究竟有没有弊案 金华产案金流 检方还在厘清 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多争议 见台北综合报道